编舞家何小梅发起的纽扣计划迈入第四年 他们邀请国际上优秀的台湾舞者回家演出 吕德编舞家叶博胜六年前离开云门挑战国际舞台 今年回到家舞出自己的生命历程 何小梅说台湾留不住这些人才希望借由纽扣计划 邀请他们回家演出并且在创作过程中 沉淀吸收转化他们的生命历程 要上桌面带着看似痛苦的表情 激烈舞动的四肢 他是吕德编舞家叶博胜 一年前离开云门舞集 以32岁的高龄涌闯国际舞台 今年在编舞家何小梅发起的纽扣计划邀请下 重新回台演出 这十年多来 有很多的优秀舞者 他们其实一直想要出走 想要去寻求一个国际舞台的梦想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国外的艺术节看到他们表演的时候 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其实是来自台湾的舞者 纽扣计划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优秀的舞者有机会回家 台湾从来不缺舞蹈人才 但却因为职业舞团太少而留不住这些专业舞者 于是编舞家何小梅发起纽扣计划邀请这些舞者回到台湾演出 从2011年至今已经有数十位国际舞者参与纽扣计划 而纽扣计划就是取自于年轻编舞家 New choreography的中文谐音 旅居以色列的编舞家李珍威从第一届就参加纽扣计划 也是何小梅在北一大时期指导过的学生 新作品《黑盒子》呈现出人生中的搜索 寻找 及其他旅外的心境 而来自英国舞团的张建民带来新作《愚人》 探讨成年人对自我的矛盾 每一个专业的舞者走到成熟的阶段 他其实都有很多很丰富的创作潜力 以及很丰富的一个表演能力 那我觉得藉由这个创作的机会 他们可以去整理 可以去审视自己在这个艺术的路上走下来 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去沉淀 再去吸收 再去转化的 《纽扣计划》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开这几年的成果 每个周末还要在广场上开设舞蹈工作坊 带民众体验怎么把舞蹈融入生活 《纽扣计划》